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彦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五 明天要投票了 今天台北股市收盘涨了54点 尾盘拉上来 有刻意要互盘的味道很明显 互盘单好啊 愿意拉台都是好事 对不对 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跟大家报告的 礼拜天的讲座 明天礼拜六 高兴投谁就去投 投完票之后 警戒礼拜天 来听林黑夜的演讲 礼拜天早上在台中 礼拜天下午在台北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即将引爆的卸票行情 即将引爆的卸票行情 可能你会认为说 选举票都投完了 谁当选谁落选都已经知道了 还有行情吗 当然有 真正精彩的才要开始而已 真正精彩到刚才开始而已 我这一套选举公式 五部曲的公式 准确率百分之百 从首部曲选前两个月 你看选前两个月 这次投票是1月11 选前两个月 11月11 涨上来 11月11一到当天大跌 开始进入相形 二部曲选前两个月 选前一个月 选前一个月是12月11号 时间一到开始冲出去 这是二部曲 紧接着三部曲选前两周 所以我只提醒你 即将进入三部曲 小心喔 大行情喔 小心喔 大行情喔 你看讲完之后 三部曲什么时候 三部曲是12月27 开始进入选前两周 一进来之后 是不是马上就出现 急杀大跌 三部曲是不是大行情 OTC跌更重 三部曲是不是大行情 好 现在精彩的来了 精彩来啊 即将进入第四个阶段 四部曲 谢票行情 这是整个选举公式里面 最重要的精华 这是整个选举 五部曲里面 最重要的精华 即将开始正式点火启动 所以礼拜天你来的时候 我会拿从民国82年 到107年 这25年 所有的每场选举 选后的谢票行情给你看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即将引爆的谢票行情 会怎么走 另外 这次1月20 农历年封关 有一个多礼拜的封关假期 年假 要不要报复过年 目前融资1462亿 14个月的新高 可见得很多人 现在股票抱在手上 那到底要报股过年 还是不能报股过年 伤透脑筋 不要拆 你来 我拿连续20年 跟报股过年的公式给你看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什么股票可以报股过年 什么股票不能报股过年 这样你就不会做错 打电话报名 礼拜天早上台中 礼拜天下午台北 这两场讲座 即将引爆的谢票行情 跟报股过年的公式 你如果知道电话的 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如果不知道电话的 等一下广告有服务电话 有报名专线 打电话进来报名 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跟大家做这样的报告 礼拜天的两场讲座 今天台北股市涨54点 你知道这一整个礼拜 全球股市都被中东局势 牵着鼻子走 对不对 真的这是插曲啦 为什么这是插曲 本来不该有的事情嘛 本来不该有中东的乱象嘛 那突然间川普派无人机 去轰炸 把他指挥官给弄死掉了 伊朗火大了也反击了 感觉上好像全球战争 要开始一处激发了 那突然双方都说 不完了结束了 那不是插曲吗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一来一往 然后马上踩刹车 全球股市就大起三温暖 大涨大跌大涨大跌 你看川普先去空袭人家 让股市大跌 紧接着伊朗又反击 股市又大跌 那双方又踩刹车 一踩刹车之后 马上又大涨 昨天欧美股市 礼拜四涨211点 中东局势缓和了 这是不是插曲 不应该有的事情 就搞得这个礼拜 全球股市来来回回 那既然是插曲 事情已落幕之后 一切回归基本面 回归基本面有什么意思 大家都在看 1月15的美中签约 一切回归基本面之后 那么就是看美中的签约了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南韩涨0.9% 日本涨0.4% 香港涨0.2% 大陆股市上振平盘 深圳小跌0.1% 这没关系 要去那多啊 台北股市涨54点 外资间又买68亿 今天是开高压回 尾盘护盘拉上来 这个等一下再来谈 这跟人家再来讲 现在目前全球的重头戏 就在1月15的美中签约 所以我在12月初的时候 林的院就告诉你们了 12月初我就提醒你们了 当你听到美中要签约 当你听到美中要签约 你就快点买下去就对了 买什么 买相关的ETF 大陆股市连续8个月 被美中贸易战压得喘不过气来 全球股市这8个月涨翻天了 台北股市这8个月涨了2000多点 美国股市更不用讲创历史新高 只有大陆股市走不出去 那一旦解脱 整个行情就会喷出去嘛 所以一传出签约是这一天 整个行情是马上 很快速的就冲上来了 一回头我跟大家讲 这是指标修正不用怕 后面就出去 一般之后这天就是这天 后面是不是喷出去了 后面就是喷出去了 这个行情没那么快结束啦 没关系结束啦 就光是这8个月的大底 就光是这8个月的大底 不可能只有这么短暂喷出就结束 这是最简单的 同时大陆股市四年来 跌了四十几% 全球唯一坠落的地方 你看大陆股市四年半 跌了四十几% 你看美国四年半是涨了八十几% 费成半导体四年半涨了两倍啊 台北股市四年半也起口停了吗 大陆股市 是不是很委屈 四年半跌了四十几% 大家没那么厉害 大陆没有那么差 你要知道大陆的动能有多强啊 大陆的动能有多强啊 我一直给大家看喔 大陆两个市场 一天的成交量高达六七千亿人民币啊 折合台币有相当于两兆多 甚至于到三兆啊 台北股市一天成交量才一千多亿而已 大陆的动能是我们的二十倍啊 这么大的一个动能 这么大的一个引擎 当美中贸易战战时休兵后 会不会做一个很大波段的补涨 会不会做一个很大波段的补涨 机会很大 现在全球都在看这一局 你不可以自身事外 可以让你贪大钱的行情 你错过了 那多可惜啊 多可惜啊 你看我一听到美中澳签约 除了跟大家讲以外 我们的实际行动 互生2KS18买进 18.4 18.3 你看大陆股市 这段期间过11月高点 已经喷出去了 深圳过11月高点喷出去了 互生300 过11月高点已经喷出去了 只有两倍涨跌幅的ETF 连11月高点一直嫁不下去 很多人不敢买 眼光看大一点 看远一点 这是给你贪大钱的 这一定会出去 因为大陆都已经过11月高点 我们没有道理不过 这是跟大家同步的 而且是两倍涨跌幅的 所以你有的铺好串 来跟那些一起操作 我们到底要贪大钱 我们一起来赚大钱 下礼拜就要签约了 我们到底要来做 到底要贪大钱 今天台北股市涨54点 尾盘有一些护盘的动作 护盘好事啊 因为护盘都是好事 今天大力光起了领头羊 大力光涨了200块钱 大力光昨天下午 发布去年财报210元 哇真的好精彩 真的很厉害 今天涨了200块 昨天财报发布完之后 外资马上调高目标6000 我一向不相信外资说的 你看礼拜一 礼拜一大力光营收月减23% 外资调降目标3190元 3190元才事隔几天 连一个礼拜都没有 礼拜一说3190 礼拜五说6000 是不是来亂的 所以我经常讲你看报纸 听消息 你会叫他们害羞啊 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但大力光可能跟你没关系 一张五百万 可能你会买不下去 可是相同的情况 法律政分析听听就好 你要有自己的见解 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难怪很多人看法律政报告 不是说几块怎么没来 怎么跌成那个样子 实际上你要信 相信礼拜一就对 该怎么样做 我会告诉你实情 你听我的分析赚了钱 我们才有合作的机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立场一样的 我们立场是一样的 礼拜一分析你要多听啊 今天大力光带头台北股市涨54点 可是OTC很弱啊 今天OTC平盘 OTC平盘代表什么 代表中小型股很弱 今天很多5G概念股 PA 散热 铜箔 今天都好弱啊 你看今天 对 台光电今天跌了两块钱 帽连今天跌了一块钱 操纵今天大跌十块钱 双红今天也跌了四块半 也跌得蛮多的 文帽今天是还好 原本跌后来拉上来 可是8086红杰科 哇 今天也是大跌 所以你看指数今天涨54点 5G的股票是大家最喜欢的 可是这段期间 5G概念股跌很深哦 你看 红杰科124 24 现在存多少 存88块 这样40块来 三成了 文帽343 现在拌到277块 这两个月台北股市大涨 5G概念股反而一路跌 5G概念股反而一路跌 你看 全新135 现在拌到1007块 5G 对 散热模组 拌得很胸对 300 没几天而已 现在存243 60块钱不见了 这样就两成了 双红 242 现在存百倍 哇 60块钱不见了 又是30%不见了 铜箔基板 对 连茂 从170 现在剩下130 40块钱不见了 40块钱是多少 是不是又30%不见了 跌得好 跌得好 未来三年 未来五年 全球的发展都会围绕在 5G的发展 这些5G股票 如果一直居高不下 我也没落手 那一旦跌下来 是不是给大家机会 大家有取消息的机会 可是不要急喔 不要急喔 等真正的买点出来 等真正的买点出现 林黑燕再来带大家做 我再来带你做 你看最近 OTC股票跌这么重 指数跌这么重 所以你那边跟大家讲 三部曲 你爱税理 三部曲是大行情 果然你看跌这么重 中小型股跌这么重 那你养成不追高 不追强势股就好了嘛 跟我一起买底部就好了嘛 买底部就好了嘛 你看国具我跟大家讲 会补跌喔 最大的春田制作所 两个走势是同步性的 你看春田制作所 12月13号就不涨了 国具你们要硬生生拉上去 我说小型会补跌喔 讲完之后国具是不是 营收发布都跌停了 叫你的税理是不是补跌啊 这还没刷的喔 一场骗局啊 哪有涨价哪有集单哪有囤货 如果有涨价怎么会衰退呢 如果有集单有囤货怎么会衰退呢 所以不要一直在看报纸的消息 那里面有很多骗人的地方 环球经也是啊 我也跟大家讲过 目前营运在两年来最差 不要去堆喔 会补跌喔 全球最大的信越 人家已经下来破 12月12号高点了 甚至于已经破了 11月21号高点了 环球经几个人扭起 这也会衰喔 你看环球经是不是在补跌了 是不是在补跌了 那不会刷的喔 夹股票 要做你带我去做不要急 不要急 你看南亚科也是啊 大家一窝蜂 听到三星跳电 一窝蜂抢进去 只有林何彦跟大家踩刹车 掉手线不好备喔 讲完之后隔天马上大跌 而且跟大家讲 目前南亚科业绩很淡喔 业绩大衰退喔 我估计只有3.3而已 今天南亚科涨了9毛钱 可是下午财报发布出来 第四季只有0.42 季衰退42% 去年3.22 你看我估计3.3 我估得很准啦 我在够很准的 年减75% 一年衰退75% 股价涨这么高 你觉得你进场对吗 对一年衰退75% 股价涨这么高 你再去追 对吗 低润真的有涨价吗 如果低润真的有涨价 怎么会衰退这么严重 一场骗局啊 所以自己要有分析能力 能够救你能够帮你我会尽量 可是你要跟我一样 养成买底部的习惯 不要去买的陆基金 不要去买的业组 我们买的底部 你看茂莲 我213开始跟你讲 225我又继续加嘛 是不是整个上来了 这个大底台刚完成而已喔 我有10党 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都在5个月6个月底部 即将开始点火造势 你跟我来买这10党 这10党股票 都可以让你轻松赚30% 赚50% 利用现在一年一度 最大的合育活动 1加3 什么是1加3 这是每年最便宜的时候 利用这个机会 凌特建帮你规划一整年的投资 凌特建帮你规划一整年的投资 等一下广告时间 打电话进来报名 礼拜天早上台中 礼拜天下午台北的讲座 即将引爆的卸票行情 跟报股过年的公式 广告总部电话 新段广告 推出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出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财富成长之路 立起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你们一边打电话报名 礼拜天的两场讲座 一边继续听我的分析 即将引爆 卸票行情 可是你不要乱追 不要乱买 养成买底部的习惯 不要去买的豆腐股 不要去买的业质肉 这样你才有办法 30% 50%继续赚下去 你看最近最热门的话题 违影 违影 哇 越去越高 外资喊到818 818 有较乡的 今天违影 又继续涨 70022了 你看我违影 我对300块钱买的 我300块钱买 涨到500卖掉了 想说赚66%不错了 卖掉之后还继续涨 涨就涨无所谓 我不会谎报 有都有没都没 可是你看 300买到500卖 港宽200块66% 500买涨到700 不过三十几%而已 所以你要养成买底部 才会赚大钱 港宽是200块 报酬率差那多 所以买底部才会赚大钱 当然这个地方 我不会建议你再去追踪 涨那么高的股票 大型伺服器 未来5G 需要用到重要的东西 反而你要注意什么 软体的部分 围影是硬体 硬体大涨了 软体反而跌了六个月 获利创历史新高 反而股价是在低档 所以你应该是回过头来 注意这个软体的股票 这些商量的购票 哪里可以进场 我在演讲会场上会告诉你 在那个演讲会中里面 我就在讲 最近全市场最热门的话题 除了苹果以外 但更大话题就是特斯拉 涨不停 你看从177 涨到430 想说已经很多了 结果更高 497 498 181% 昨天下滑了2% 没差了 不可能每天多年 对不对 不可能天天过年 能够一口气涨这么多 已经很了不起了 什么原因 因为一直在扩产 从36万辆 今年50万辆 后年100万辆 所以业绩才会让大突破的上涨 这里面谁受惠最大 当然就是茂连受惠最大 独家供应充电线 我当时讲的时候 213 讲完之后 是不是一路上去 213买 225买 我只买底部GEO股 我不会让股票涨很高再去追 这两天在震荡 震荡正常啦 也是提供给大家 再减便宜货的机会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249一定够 因为249当时没辆 2000多年而已 现在辆才大到 量先价行 所以这个高点必过 更重要的 三重底 三重底不会这样就昙花一现 这是一个大波段的开始 这是一个大波段的开始 你看106年赚10块 就起了300 107年赚11块也有300 去年15块 今年17块 哪有钱你们吃 这是一个大长多的格局 这是可以给你贪大钱的股票 类似像茂连这种 大长多的格局 有10档 我在演讲会场上来告诉你 这个都可以让你赚大钱的啦 这个都可以让你赚大钱的 你可以跟上我 年度最大的优惠活动 1加3 我希望你来参加我的讲座 礼拜天早上台中 下午台北 卸票行情 及报股过年 华仲福电话 最好祝您操作顺利 本层公司 云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